最最重要的至美时刻 对 我想到了 我上台的时候就想到了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无数人的朋友 举起手机 没问题 请你们举起手机 拍下这一段 转到你们的朋友圈 好吗 既然我们的主办方 没有没收你们的手机 其实真的 每一个人都在 现在这个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媒体人 对 就看你们拍得够不够美 你们能不能把我们的 极致精神传递到 你的所有的朋友圈里 谢谢各位 请做好准备 我们一起来欢迎 赫莲娜全球代言人 闪亮登场 其实 所有今天在现场的朋友 都非常期待着这一刻 但是你知道现在是一个 人人都是媒体员的时代 所以每个人都举着这样拍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放下 我们应该给菲姐 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谢谢各位 OK 好 非常的欢迎你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必须要讲 今天所有的男性朋友 应该都很嫉妒我 因为作为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我是唯一一个 离你最近距离的异性 OK 所以我要分享一下 我的观察给大家 保养得真的非常的好 真的堪称动灵 所以分享一下 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可能 说太多也没用吧 就是其实最主要就是 是要选对适合你的东西 对 所以我可能 一直在这条路上做得比较努力吧 好 那能不能够透露一点点小秘籍啊 比如说你选择化妆品的话 你会选择比如说补水的更多一点呢 还是美白的更多一点 补水吧 保湿滋润 对 保湿滋润补水 OK 那我们都知道 菲姐其实 无论是对自己的歌艺也好 对于自己参演的艺术作品 还有对于自己的代言 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能不能透露一下 这次为什么会携手 成为赫莲娜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嗯 怎么说啊 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吧 就是找对了那个适合我的 就是可以扯证的那种 可以扯证的那种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的扯证典礼 哇 扯证典礼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 OK 好 那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 在扯证之前 你用过他们的产品吗 其实是用赫莲娜产品 是我们开始接触这个项目 我才开始用的 对我也不能骗人 我确实就是之前 我只用过他们的睫毛膏 对 然后从要开始合作 我就提出一个要求 我说让我先用 先试用一段时间 先试用一段时间 结果很惊艳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非常好 可以合作 那在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作为品牌的代言人的话 当然肯定要对这个品牌 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我不知道 这个品牌方 在跟你讲品牌历史的时候 比如说是一个百年的品牌 比如说有一位和你一样 追求极致的女性的创业者 这些故事有没有和你一起分享 有 我有大概了解一下品牌背后的故事 就是一个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品牌了吧 然后有这么一位一直力求创新的这么一位品牌的创始人 这样一位女性 然后也是很让人敬佩的一位女性 但是任何故事都好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户体验 所以我是因为这个用过以后 真的觉得特别的 怎么讲 就是用的过程当中的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柔和 然后非常滋润 但是它又不油腻 然后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才决定扯证的 对 了解 非常谢谢你跟我们来分享 你试用之后的感受 其实我今天下午在彩排的过程当中 我也和我们的品牌方在聊 我说你们选菲姐的话 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他们用了四个字告诉我 叫做菲你莫属 谢谢 因为他们觉得 对 因为他们觉得首先第一个 在整个华语的音乐界来讲 你是一个不断地在追求极致 追求自我突破的歌手 优秀的歌手 这个和他们的品牌其实也非常的吻合 而且他们希望两个追求极致的力量 集合在一起 可以让更多的女性感受到美的这一个方面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要请各位和菲姐一起来看 我们的王菲来全市的赫莲娜和HR赫莲娜合作拍摄的 全球代言人的官宣大片 好吗 来 有请 渴望的 期待的 不完美 也要精彩 以志诚之心 全情投入 尽兴探索 尽情成就 自带光芒 就能无畏时光 笃信致美 自有力量 By Elena Revenstein 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导演有没有跟你说说戏 说这个希望你展现出来是什么样子 有啊 当然有 必须有 就是要自信 然后眼神坚定 然后又不能太凶 所以揣摩了一阵 对 其实我们追求极致突破自我的过程当中 自信是必须要有的一件事情 要非常的坚定的朝着自己的目标走 可是我们接下来要特别的安排 我们的菲姐在舞台上呢 给大家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啊 来进行一个缓解 因为其实今天这个时间段也非常有意思啊 2019年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太多 我们已经听到2020年的新年的脚步向我们走来了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每到一个新年的时候啊 每个人都会选许一下新年的愿望 而且在新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孩子是最开心的 新的一年又长大了 新的一年又可以有新的愿望 所以我们会给菲姐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道具啊 孩子们玩的比较多啊 你小的时候玩这个吗 我拿上给你看一下好吗 好的 来来来 这个飞机你小的时候会玩吗 就折叠了之后 折叠了之后这样 指挥机会玩 好 我们今天其实呢 要用这样一个特别的形式 我们再离大家近一点 好 我们要用 请王妃用飞机来为我们点亮 今天的这个欣喜时刻 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展望 耀美未来 期待新年的至美新生 好 请准备 今天我们还要请上 HR赫莲娜品牌方 以及欧莱雅集团的代表嘉宾们 上台 他们将会与HR赫莲娜全球代言人 王妃一起 给全场每一位的来宾 送上新年金愿 我们有请欧莱雅中国首席执行官 费伯瑞先生 衷心的祝愿各位2020年 在各自理想的道路上 敢于逐梦并实现目标 刘洋女士 PASSION 热忱不息 我想祝愿在座的每一位 能够带着对明天的 对未来的热忱和憧憬 以及以最初的抽薪去迎接下一个金色的明天 好 谢谢 最后我们有请我们的品牌全球代言人 王妃送上她的金色愿景 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闪耀的2020 谢谢 OK 这就像我们的核心的精神GLOW一样 闪耀绽放 谢谢 非常谢谢王妃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请我们的礼仪人员 送上象征着无限美意的香槟酒 赫莲娜夫人清静一生 追求于创造的至美力量 缔造的美容帝国赫莲娜品牌 在这一刻闪耀续写着 她的百年喘息和极致至美 希望大家在下一个黄金十年 各自的专业领域中 勇攀高峰 再创佳绩 至此新年之际 我们聚集于此 举杯共庆 让我们秉承品牌的核心价值 Ambition 敢于竹梦 Success 成就自我 Power Beauty 至美力量 Passion 热忱不息 以及Grow 闪耀绽放 缔造先锋精神的闪耀之旅 3 2 1 Cheers 让我们进赫莲娜的下一个黄金十年 祝愿HR赫莲娜 持续闪耀 至美新生 好 谢谢 好 两位可以回转身 向我们现场的朋友 挥一挥手 谢谢两位 好 现场所有的来宾 HR赫莲娜 至北流光 幻耀新生 全球代言人 官宣之夜 至此进入尾声 新年正悄然而至 让我们一起 对未来憧憬 对自身憧憬 释放至美力量 闪耀各自的美好人生 再次谢谢各位的历临 请各位从后方出口 有序离场 并凭借各位的手环 到迁道处领取礼品 请刚才在迁道处 领取了 afterparty的入场券的嘉宾们 到出口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引领下 挪布置 119楼的afterparty 把我们的新年寄予 送上上海之巅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 再见